白玉村 全村各项基础设施日增完善 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 八九年九九年那时生活好了 现在生活改善的 现在我们续所做 做成的都是洋标 我们现在都是吃的是什么 自然水 我们那时候在祖国 在屋里制造一个 但现在是屋里沙子是齐全的 跟它做成的一样的 可以带动所有的 开个民宿哪里油客 可以去买水果 炸琵琶这段时间特别好保育 炸琵琶这段时间的柚子 柚子都成熟 马上开始的柚子 米花桃 卖的还是比较多 如今的白玉村开辟了 重阳结合 立体生态 观光旅游的农业发展新路子 使重阳旅产业成为实现农业持续增效 农民年年增收的有效途径 是在这个九几年那阵 我们才开始住 那阵们都说没成规模 等于说嘛 我们一住了 那阵是心里这个想嘛 他还没得 就说那阵事长呢 他说的 帮我们他说你们这个整成规模 来那些年车帮我们这个 指挥了下次 改变得多嘛现在嘛 现在嘛我前说的话 那阵苦最上天嘛 这些人好爽嘛 生活嘛 往几年我们盼望啊 苦得没花嘛 现在在过去 是嘛每年还少买几大碗 目前白玉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规范农家乐和民宿文化建设 提升对前来观光旅游客人的 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 实现旅游产业收入的新增长 还可以吧 反正比之前建造的好多了 而且这边现在修建的还还可以 我们随时有时候都要在这边来算 打造旅游业的同时 传统文化的弘扬也丝毫不懈怠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和新价值观 作为灵魂俱气 强积固本的基础工程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 现在的白玉村满山遍野 果树成林 观光旅游业欣欣向荣 居住环境美不胜收 四方游客莫意不绝 在时代的发展下 未来的白玉村将会建设的更加美好